那今天呢其实我们还特别想呢 就是邀请一个银行的朋友过来 跟我们一起来就是跟大家分享 但是呢我联系了多家银行的朋友 没有一个朋友愿意到这来接受我的采访 他们的原因呢就是说 银行的很多一些东西呢是不太见得光 或者呢就是说谈起来会非常敏感 大家好欢迎收看小生天下事 我是今天的节目组织人展燕飞 我是一名职业律师 那我今天呢也有幸请到了 我们另外两位职业律师 一位呢就是Claire关律师 一位呢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陈明丽律师 她是艾利德律师务所的管理合伙人 你们好 你好陈律师 那我们今天呢其实要分享一个特别好玩的话题 也是很多人能关心的一个话题 那就是如何将中国的资产转移到美国来 虽然我们评论呢是想策略在核板的转移到美国 但是呢难免会遇到谈到很多灰色的 甚至一些非法的去途径的一些方式 那为什么我们大家很关注这个问题呢 因为大家都很知道啊 在很多别的国家是没有什么外汇管制的这个说法 或者没有外汇管制的一些严格反应 但我们都知道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很严格的一些外汇管制的方法 那据我所知呢 这个每年好像说只有五万美金的这个额度 Claire你能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额度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到底说每个人不管是中国公民还是外国公民 如果我在中国有很多资产 那怎么能够转过来 那是不是有这个额度里的问题 对 呃 这个份额其实也是有意外的 毕竟他只有五万美金 那在一些特殊的情况 比如说在呃 中国公民他已经移民 他已经移民到 假设说移民到美国 他拥有了美国的绿卡 或者是他已经成为了美国的公民 或者是他现在做一个美国公民 他要继承在国内的一些房产 那这个时候国家是有一些例外的规定的 他可以一次性的将他国内的所有的资产 向外汇管理局进行申报 申报之后呢 要进行变现 变现之后呢 要转让 转出到他在美国所设立的这个银行的账户 那么一次性的把国内的财产全部都转移到中国的境内 呃 美国的境内 所以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他还是有一些例外的 OK 所以那我可以说总结来讲 就是有两种方式 一种呢 你如果不是移民的话 你大概是级五万块钱的这个额度 对 这个是一年还是一生 一年 一年的额度 那如果是说超过五万的话 那就必须符合您刚才说的 要么就是移民 要么就是继承 yes 因为我刚才听到呢 您这个字眼里面 一直在强调这个一次性 那你能不能跟观众讲一下 就是说到底具体这个要求 什么能够就是说符合哪些条件的情况之下 我可以就不在那个五万的这个额度之外 之类 然后我可以就是把我哪怕十万二十万 甚至上百万的美金 我都可以移到美国来吗 OK好的 那首先这个转移财产的这个人 他已经是需要已经是取得了美国的公民身份 或者是他是绿卡的身份 这是他对这个人本身的一个要求 那对他这个财产的要求 首先你是财产肯定是合法的 也是没有全属争议的 不能说你还在跟别人打官司 别人还在争这个房子 你就现在就想把这个房子转移变现了 那还有一个要求呢 就是你要一次性的转出 你要向国家外汇管理局申报你所有的 想要转出的这个财产 那之后如果你有什么遗漏的话 你还要走每年五万块钱的这个份额 然后你还要打入你在美国所设立的账户 你不能说我先打入我中国自己的账户 我先留一会儿 然后再转出还是怎么样 这样不可以 所以实际操作中可能会因为这些条条框框 导致有一些公民 有一些人他不能够就是按照这个方式 转移出自己的财产 OK 那我觉得听起来真是好言 如果没有一次性的转移的话 像很多包括我自己的客人 因为我自己是做一场规划的 那我们在设立信托的过程当中 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没有一次性的把这些钱打出去 我今天卖掉这个房子A 但是我还有房子B C D 那我可能在接下来的10年20年我慢慢把它挥出来 那这种在实际上法律上是允许的吗 那如果不允许的话 那怎么去操作 我觉得这一部分其实可能就涉及到一些灰色地带了 那国家给你的份额就是你每年 每次每年是每个人是5万美金 那实际操作中据我了解 有的人他是采用蚂蚁搬家的方式 那蚂蚁搬家的话 无非你是去找你的银行 去找几个银行 然后让你的亲友 每个人给你5万美金的份额汇出来 要不然的话你就是私人 你不去找银行 你去找你的朋友 直接在微信上给你换一点钱 就是蚂蚁搬家的这种形式 OK 蚂蚁搬家 这是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 所以像刚才你回答我这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万一没有一次性的话 那他只能够受到至于 那个5万的这个限额 对 是吧 所以就是说 如果我们一次性的转移了 我们还有钱 没有一次性的转移过来 那我们就是说只能 5万5万的每年这么来转 对 如果比如说我想绕开过这个5万的话 您的方法就是用蚂蚁搬家 对吗 我觉得我能够查到资料的话 就是这样 OK 那那个陈律师 在您的接触的过程当中 就除了蚂蚁搬家 蚂蚁搬家听起来就是说 你要绕开这个5万 每个人可以就是我有10个亲人 或者有10个朋友 然后把这个10个朋友呢 每个人都5万 汇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帐上 那今天呢 其实我们还特别想呢 就是邀请一个银行的朋友过来 跟我们一起来 就是跟大家分享 但是呢 我联系了多家银行的朋友 没有一个朋友 愿意到这来接受我的采访 他们的原因呢 就是说银行的很多一些东西呢 是不太见得光 或者呢就是说谈起来会非常敏感 所以在他们这个compliance的要求之下呢 他们没有办法到现场来跟我们 做这个现场的分享 所以呢我今天在问你们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把我从银行的这些朋友当中 听到有些信息呢 就是说通过行为你们的方式 也把它问出来 所以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蚂蚁搬家 那也是除了您刚才提到以外 我们好几个朋友 银行的朋友都跟我们讲 但是呢 这个银行搬家的过程当中呢 据银行的朋友也讲 就是说如果比如说我的账号 一年超过比如说有三期以上 或者四期以上 是同样的比如说ABCD 都往我这个账上打的话 那么我的这个钱 我的这个账号信息 在中国那边会成为一个关注的名单 与此同时呢 凡是给我打的这几个ABCD朋友 亲戚都会成为关注的名单 那在你们的实践过程当中 知道知不知道 或者听没有听说过 这种关注意味着什么 这个据我了解 至少在中国的法律层面上 它不算是犯罪 但是它应该是违法 它违反了国家办会管制的 相关的法律法规 有可能银行就会监控你 但是犯罪的话 你像在中国跟外汇相关的 无非就是骗汇罪或者是逃汇罪 那骗汇罪它是要求你 它是一个单位犯罪 就是你必须以单位做出一个决策 然后以单位为主体进行实施这个犯罪 那一般人一个人你去换一点钱 这种帮亲友这种行为 你肯定不是一个逃税罪 从刑法上角度来说 它不是一个逃税罪 那骗税罪它其实也不算 为什么呢 因为骗税 我国是刑法的话 是中国的是严格的罪行法定 那它骗汇 它严格的规定了 一般是虚报进出口清单等等一些方式 它主要 我理解它主要针对的是 有一些人 有一些机构 它是有一些特别的 外汇的一些份额 就比如说我们正常的公民的话 每人每年是五万块 但是有一些公司呢 它是常年的进行进出口的贸易 它的份额是不止五万块的 它是国家特许经营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 它可以 就会有人去找它说 我要跟你做一个买卖 但是这个买卖其实是虚假的 你付给我美金 实际上 好像是表面上 你看那个合同 好像是我从你这里进货 所以你付给我美金 但实际上只不过是用一个合法的合同 去掩盖它非法的目的 所以这是骗汇 但是话说回来 骗汇的前提是 你有一个份额 你有一个超过五万元的份额 那正常来说 亲属之间给你汇五万块钱 其实也不属于这个情况 OK 那可能另外一个罪名 我能想到的就是非法经营罪 那其实我觉得亲友之间给你汇五万块钱 也不涉及非法经营 一般情况下不涉及非法经营 因为非法经营罪 我国刑法也有明确的规定 它其中有一个数额的要求 尤其是2017年 最高检释出了一个司法解释 它是要求你非法经营 就是你进行了这个 其实就是一个货币兑换的 一个支付结算的这么一个业务 它是国家特许经营的 但是你不是银行金融机构 你去帮别人换钱 它要求的是你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它是你营一个要达到500万人民币 然后你获利是要10万以上 那我想你亲友给你汇 这点钱应该也不至于 盈利10万元 OK 对 所以我是这么理解 所以你觉得就是说 有可能是违反这个外汇管制的行为 但是未必是从中国这个法律的角度来讲 未必是一种犯罪行为 那陈律师就是在 从美国法的这个角度来讲 就是说这种蚂蚁搬家 有没有任何触犯美国法律相关的一些规定的这种情形 涉及到金融法规 还有银行管理的问题 假定在美国境内这边开了一个账户 不断地从中国那边来了三四五笔金钱 尤其是短时间内比较密集的 这个每次都是接近五万美元或者四万九四万八这样 那么银行里边它有软件系统会触发这种监管的机制 了解一下这是不是一移动 那监管到了以后呢 它会进一步的软件性分析 甚至可能在一个背景调查 如果发现进一步的移动 还有进一步的钱过来的话 那可能就要找这银行账户人来说一说 OK 说说的结果就是或者关闭你的账户 把这些钱退给你 我们不欢迎你这样的账户持有人 以后不要在我们银行开的账户 这是一种方式 另外一种方式如果更严重的话 真的是达到像我们所熟知的其他的一些案件 我们今天不具名了 如果大额的每次都差不多五万 连续的一年有十几笔二十几笔 那么这可能会触发一些执法机构的一些调查 注意调查 OK 好 那我们刚才说的就是 最后这个蚂蚁搬家又搬出来 您刚才说的就是利用合同 怎么能够去虚构合同 因为比如说有些公司 它有这种外汇的额度 那这边呢 就可以利用这种所谓的虚假 其实不是存在那么一个合同 然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合同提交上去 然后外汇也出来了 但实际上呢 可能物品真正的就是买卖交易也不存在 只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导 对吧 那这个我自己听起来 虽然我不做这方面的这种法律 那您刚才从中国这个法律来讲的话 有可能是这个片会 对吧 那从美国这个法律来讲的话 假如说 他们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这种 虚假的合同 是套取中国的外汇 那从美国法律这个角度来讲 有没有触犯任何的一个违法或者犯罪行为 两方面吧 第一个这是最起码的恐怕是欺诈 普通意义上的欺诈 第二个很容易触发的一个法律叫RICO RICO RICO简单的讲 其实就是企业腐败 企业污秽这方面的联邦法律 OK 实际上我们的有些客户就是在RICO这方面 被指责说违反了类似的这样的法律 好像听起来都是有点这个玩火那种感觉 那怎么能够解决 你看现在就是说那么多的中国人希望到美国来 不管是投资移民 不管是上学 不管是来就医 不管是到这边来买卖房子 进行投资 甚至来买保险 甚至就是说可能还会有些其他的一些投资的行为 那怎么能够去把这些钱出来 据我所知实际上现在在新加坡或者在香港 都有一些合法成立的公司 他们专门做这种结会的业务 他们是经过法律许可的 一些人他们在中国境内有些大额的金额 想要汇到美国境内 美国境内或者是到往其他的国家 这样合法注册的公司 当然这个具体操作我不太清楚 但是这样的公司就可以帮助他们 合法地把中国境内的大额的资金 转到美国 转到新加坡 转到其他的国家 实现他们投资 购置 上学 或者其他的一些投资方式等等 当然这是一个深挖的情况 可能今天也不适合在里面探索 对 我蒙挖不到 我觉得陈律师刚刚讲的 就是有一些公司 它是特许经营 它就是有那个额度 那其实在中国的话 如果你是像孩子出国留学 或者就医医疗保险这种的 如果你 据我了解 如果你能够提供相关的证明 比如说我的学费单 那是可以有这个特批的 能超过五万 那现在在纽约上个学 随便上个等 我七八万 十万 是吧 加上生活费就得十几万 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还是 肯定是能赚出来的 它是一个合法的 属于那个五万块钱的一个例外 但是现实生活中 我猜想很多人 他是就是不想遵守 这个五万块钱的份额 他也没有什么额外的 教育医疗消费的 教育医疗的需求 他想可能就是来消费 或者是投资 甚至洗钱 也有可能 他想再把国内的钱 转移到美国来 花一些脏钱 贪污受贿的钱 都有可能 对 所以那其实呢 就是如果你要拿出单据来 证明你是到这边来上学 比如说你生病 像有些给孩子来治病 包括我们自己 可能身体有疾病 到这边来 那都如果凭据学校的这个单子 或者就是医院的一些 这个就是invoice的话 都是可以 应该是都可以拿 就是把这个外汇 超过五万的部分花出来的 最我了解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是想来投资的话 你又不是 你又没有拿到永久居民 或者又没有拿到美国公民的话 那可能这个就是一个 又没有特许 又没有特许 那这个基本上就是很困难的 对吧 但是呢 我们在现实上当中也听到 经常呢 包括我自己在微信当中 经常又说 哎呦 我换汇 你给我人民币 然后我在这边给你美金 那我相信你们在现实上当中 也会经常听到 这项一些这种信息 或者看到这样的信息 如果是说 我就是没有特别的目的 但是呢 我就是想 你今天给我换点 明天给我换点 我慢慢的积少成多 我就把这个钱就倒倒倒倒倒 我都倒到这边来 那这种 你觉得都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险 这种 首先我就想说 如果真的有这个需要的话 如果真的想积少成多的话 那我觉得每年五万美金也够 除非是你有真的非常大额 那一旦你涉及到非常大额 可能就要违法 对吧 走一些不合法的手段 对 对因为我记得好像上周的时候 看到我们就是法拉盛的一个人 对吧 两个人在进行那个现金交易的时候 对吧 就被 那个我不知道你也看到 那是我所熟知的一个被采访的案件 那你给我们讲一下 那你给我们讲一下 两个方面 这个这种私下换汇 有两个方面的风险 你先帮我们讲讲 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 大概是在4月23号或者26号 法拉盛大厅这场附近 有一位女士相约了另外一个人去换钱 这个女士呢 号称是要从那个男士呢 得到五万美元 然后呢 这个女士会把在中国境内的 等同以五万美元的人民币 打到那个男的 来跟他见面的男的的账户上 中国境内账户上 OK 两人见面了以后 这个男的就把五万块钱美元现金 给了这位女士了 这女士拿在手上 看到现金在手上了 确认没有问题了 然后马上指令中国那边 可能是他自己操作的 或者是就从自己的手机操作 就把中国境内的相当于五万美元的人民币 直接划给了那位男士 指定的账号 男士确保收到了 等同以五万美元的人民币以后 趁女方不备 推赏这个女方 把这个五万美元 从女方手里又直接抢回来 马上跑掉 所以这个男士 白白的欺骗和抢劫 或者盗窃了人家 相当于五万美元的人民币 自己那五万美元 现金又抢回来了 这是我在上周 接受电视台采访 这个美国中文电视采访 所讲到的一个案例 那现在这个人被抓了吗 警察正在搜索过程当中 街头的录像已经拍摄到了 这位男士的面容 也张贴出来了 看看最近一两天 我也没跟踪这件事 所以我讲这个案例 实际上有两种风险 这种换回的方式 最起码有一个 人身伤害方面的危险 第二个 从法律的角度来讲 当然是有风险的了 那这个女士 她要曾经男士呢 拿到五万美元 然后把钱从中国的账户上 打给她指定的中国账户上去 这个法律上应该是有规定 私人之间的借贷 如果你借钱出去给别人 说是免利息的 国税局还不同意呢 记得我们曾经讨论过 是的 这个IRS是不满意的 IRS对于私人之间借贷 现在是新的法律 大概有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了 有一个规定 你私人之间借贷 你说免利息 对不起 即便你真的免了利息 将来IRS或者银行 要找你的麻烦 要假定你应该收取 百分之多少的利息 来找你出借人的麻烦 所以这个法律上是不合法的 那当然从金融管制的角度来讲 如果从美国境内换钱的时候 从那个男子就举这个例子来讲 从那个男子手上 就直接拿到五万美元现金 那么这背后 涉及到一个 那个男士五万美元 资金来源是否合法的问题 这个女士拿到五万美元现金以后 会不会入到银行里面 有没有逃避税收的问题 一系列的问题 您说到这个问题 我觉得很有意思 也谢谢您把这个话题引出来 因为我相信我们中国人当中 经常是拿现金交易 那在最近的应该是2017年 如果我记得没有错的话 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 叫英达 那据说好像他是一个中国公民 那他在分50次 把46万的这个美金 就逐一的就存到不同的银行 结果呢 后来就被博了 您我相信也都听到过这个案子 就是在这个案子过程当中 其实呢 是我们很多中国人 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我们有现金 然后呢 也知道超过一万块钱 必须申报 所以呢 我就比如说8000块钱 9000块钱 我就去这样存 那从我从银行的朋友 那了解到的话 即便说你一个月 比如说超过两三次 都有8000块钱 9000块钱 明明就看着你就是 就是为了规避那个一万的话 你的账号可能也会被关注 那关注呢 作为银行来讲 他有可能就像陈律师刚才说的 我这个我不跟你玩了 我把你账号关掉 你把钱拿走 你愿意哪去开户 去哪就开户 因为银行不想惹这个麻烦 但是回到英达这个案子 那陈律师 你是一个刑事辩护的律师 您觉得英达 他把从中国赚起来的这个收入 然后换成美金 每次来美国的时候 带入美国 再到美国以后 就分期分50次 这样分别存到他和他太太的名下 这个为什么他会被抓 他涉及的一些哪些犯罪行为 他这个案件是在康州境内的一个联邦 地区法院被起诉的刑判刑 英达当时他最早被起诉的时候 是怀疑他涉嫌洗钱 但是当然在这个案件过程当中 通过英达的努力 律师的努力 向美国检方来证明了 他这个不是洗钱的 首先说明这个洗钱有一前提 凡是涉及到洗钱的问题 必须是被玩弄 被洗的钱 它的来源是非法的 如果它的资金来源是合法的 这个不叫洗钱 所以最开始英达被起诉的时候 涉嫌洗钱 但是经过律师的努力 最后证明他们所摆弄的 逐笔的存到银行里的钱 是合法的赚取来的收入 这个就没有洗钱的嫌疑了 但是仍然是有一些银行违规的事情 因为这个叫做逃避性的存款行为 有一个专门的银行监管方面的 这个术语 它通过存8000 9000等等 实际上现在美国的金融管控 是越来越严格 反洗钱或者其他的方式 在2000年 在911以后 2001年911之后 出现了美国的反洗钱 这方面的法规法律 同时现在的操作也越来严格 那么它这种行为 规避 按着规定的话 它如果一次存款超过1万美元 或者达到1万美元 要申报的 在银行添单子的 但是它为了避免申报 怕人家找他的麻烦 就会故意存个6000 7000 8000 9000 总是这样存 银行现在出于反洗钱 遵守法律原因越来越严格 电脑软件也变得越来越智能化 能够捕捉到一个人 这种奇奇怪怪的行为 捕捉到了以后 起码的就是说 不欢迎你这样的顾客 你拿钱走人吧 再也不要在门开户了 或者说干脆要可能 启动一个调查程序 银行内部也有调查程序 外边的司法机构 也有调查程序 OK 那这个听起来还是蛮严重的 就是 其实至少这种行为 是不可取的 但是我也知道 尤其我们法拉圣的华人 经常是大把大把的现金 然后听说又不能够去这么一次性 不超过一万里存 所以我干脆就不存 有的刚好 杨律师 我说一个另外经营人 损人经文的消息 其实有些小本经营 或者说看似小本经营 但是有很多很多现金交易的商家 他们会让他们的出纳 会计人员或者办公室的助理 经常拿着一个大布袋子 里边装满了钱 去银行存钱 他们存钱的时候 存的是大额的 他们也不想规避 那个申报的义务 但是每次存个六七万 十万啊 十几万 这是有的 我的一些客户 实际上在去往银行存钱的路上 就被便衣警察联邦的探员 拦下来查 这个钱是怎么来的 是不是合法来源 以及你是在规避什么东西 为什么每次都存这么大额的现金 到那去 你这现金有没有纳税 等等之类的 所以导致我们还代表客户 去跟联邦政府 甚至到法院去争取了些钱回来 当然可能是合法赚取的 但是合法赚取了以后 有没有做一些相应的纳税的义务 这是另外一话题 我觉得这个是涉及到很好的问题 就是说 虽然现金我们都明白 只要你超过一万去申报 其实都没事 对吧 一般来讲没事 但是如果你要频繁的 除非是商家 比如说像我们律师傅所 咱们自己都知道 经常会有大笔的现金去 那大家都明白 这个就是我们律师傅所的这种现金收入 它只要申报了 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完全关键在于就像您刚才说的 有没有一个履行纳税的申报义务 那我们回到英达那个案子 据我所知 好像他后来被罚了29万 被没收 罚了29万 其实主要的原因是在于 他把中国的这个就是 因为他是好像是美国的永久居民 但是呢 他在中国的收入是没有纳税 或者就到这边来以后 他没有去申报他在中国这个纳税 所以才导致有一个就是 纳税的一个犯罪行为的东西 所以受制于美国全球征税的法律规定 是的 所以呢就是说 如果我都觉得有时候 就是从国人这个心理来角度来讲 我拿的这个收入是现金收入 我又不想去报税 然后呢 这个现金收入放在家里 现在小偷或者这个贼 甚至拿持枪抢的人有很多 又不敢放在家 不敢放在家里 那好吧 我们就放到银行 对吧 放到银行的保险箱 可是呢 经常报刊杂志有在报道说 你放在银行 你今天去可能放进去是10万 你出来的时候可能就只有1万 甚至都没有了现金 那也很有风险 那这个到底怎么办呢 这个听起来 唯一的办法就是 采取合法的方式 你赚的现金没关系 法律上没有说你不能赚现金 你就如实的申报 如实的存入银行 来多少钱就存银行多少钱 你就照张的 纳税 然后照着法律规定的方式去做事就好了 但是我当然知道这背后 是有他们自己的考虑 这个考虑如果都是合法的话 他为什么要有哪个考虑 就画个问号就知道了 好 那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 今天回答我们关于如何把财产转移到美国的事情 以及在转移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涉及到哪些法律风险 包括我们在美国的这个居住的人如何避免少用现金 或者在用现金的情况下可能要避免哪些法律麻烦的这个事情 谢谢你们 也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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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